黃委員好 民主長您好 今天大院送來有關於在接下來所要推動的立法計畫 我在裡面並沒有看到有關於考試院組織法的立法計畫 我先從一個原始的問題問您 現在考試委員有幾個人 19個 按照什麼法律制定 是憲法的規定嗎 考試院組織法這部分人數部分憲法上沒有提到 所以是考試院組織法嗎 你知不知道在1947年的時候 從11個人提到19個人 立法理由是什麼 我們考試院在這方面有做過一個清查了解 那有外面說當時是以這個審級分布等等來設定 但是沒有確確的答案 來 停一下 我到目前為止 我大概翻了很多文獻 因為這件事情 我在2010年11年 考試院人事同意權審查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學者 那受到立法院的邀請 就人事同意權以學者的身份 到立法院 來表達我的看法 那那個時候 我參加公聽會的時候 我一定很認真 我大概把所有的資料 雖然時間很短 我能夠搜尋的就盡量搜尋 這個是我唯一找到的理由 就是 由前考選部 全序部次長 徐有守先生 他曾經講過 說 行線以後才有考試委員 行線以前是沒有考試委員 來到台灣以後 大家都知道 有個不成文法 華北華中華南若干省 一省一個考試委員 然後西北東北西南 各區加起來19個考試委員 就是這樣子分配的 這個就是1947年的立法理由 我想要請教一下秘書長 現在是21世紀 我們還需要這麼多考試委員嗎 報告委員 這個考試委員 人數的多寡是一回事 但是 目前的實際的運作 19位考試委員 都來自不同的領域 他們都是領域的精英 那在用核議制的這個體制之下 他們能夠發揮多元專業思考的這樣的功能 好 我再請教你 是 你覺得日本的文官制度做得好不好 日本文官制度中央和地方是分立的 決然不同兩套跟兩套 這個我了解 我現在問你的是日本文官制度做得好不好 我不敢說好 因為日本經濟已經衰退20人 現在爬不起來 所以我不敢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國的文官制度 跟日本的文官制度比起來 事實上 我國的文官制度 可能比日本的文官制度還要更好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這個問題漸人漸自老 我不敢說它一定比我們好 所以你意思是在伯仲之間嗎 沒有關係啊 沒有 我的特色 你講的話都會留成紀錄啦 以後大家可以進一步去評試 這個是我們考試院的人事費 院長 副院長 秘書長 各藝人 考試委員19個人 加起來 這是每年5200多萬 我們人事支出 來先請 蔡部長還有周部長 請蔡部長 周部長 我可以下去嗎 可以可以 謝謝 那個蔡老師跟周老師好 兩位都是我法界的前輩 非常恭喜兩位 擔任 兩個重要部會 兩個重要部會的部長 希望在國會未來的時間 能夠好好的繼續合作 不過現在是 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職權 那我現在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該質詢的事情 我還是要請教兩位的意見 請問兩位啊 從你們自己過去 在這個領域當中的研究 認為考試委員 需不需要有19位 沒有關係看誰要先答都可以 19位的人數是剛剛好還是太多 還是你如果認為說 還是你如果認為說 從我國 憲法憲政架構 根本就應該要從五權憲法 改成三權憲法 考試院監察院兩個院要廢除 像四年節 現在的任市長 他在去年推動整個修憲的過程當中 他就很清楚的說出了他自己的法律確信 那請問兩位部長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什麼 認為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19位剛剛好還是太多 還是認為根本考試院這個組織 就應該要裁測掉 合併到行政院當中 來 請 謝謝委員的垂詢 這個 考選部是考試院所屬機關 所以回答這個問題是略嫌尷尬 但是這個既然委員垂詢 我想就是這個 本於初衷來回答 這個我認為這個問題 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來說明 第一個層次是 現行的這個考試委員 經總統提名 立法院同意後就職 任期六年 那任期將應該是會在 應該是會在四年後 這個將近五年的時候到期 就這個部分而言 個人認為 無論這個法律制度 乃至於這個修憲 都應該要有存續保障 就這個現任考試委員的部分 那至於未來的這個 不管是考試院組織法 還是甚至有修憲之意 我個人認為 心智應該要就這個問題 可以再做一個 有一個思考調整的空間 也就是這個 考試委員的最重要的職責是 依憲法規定 獨立行使 依法律獨立行使之權 所以考試委員的任務是在 依據憲法的規定 以及法律的規定 確保考試制度 以及考試選財的 這個國家人才 主要是公務員 能夠依法任用 我覺得這個任務 是要在法律的 這個前提之下來行使 所以我個人認為 考試委員的任務 既然是依法律 來確保 這個 憲法所設計的 這個權限 能夠 這個 這個 這種順利的開展 那 理應 依法律 行使這方面的職權 所以人數其實不用那麼多 好 謝謝蔡部長 來請 周部長 八委員 因為全系部是 考試院的首屬機關 那我們當然是要尊重 現行的體制 那至於 要不要去修正 那當然我們也會尊重 包括立法院的意見 現在如果有立委提案 要修考試院組織法 人數要降低 然後你現在針對這個法律修正案 到本院來表示看法 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是目前 因為我們是 考試院的校使機關 這個也 也不屬於我們的職權 所以我們也實在不方便 就這一部分的 來表示意見 沒有啦 我相信兩位法界的前輩啊 都很清楚啊 世界各國 大概人事制度 我相信兩位前輩 念的書比我還多 比我還清楚啊 日本的人事院 只有三個人 我們有19個人 那當然啦 他們中央跟地方 是割離開了沒有錯 但是日本的中央公務員 有多少人 其實大家看一下資料 就知道 那更重要的是啊 他們雖然只有三個人 他要求說 任期 兩個人不可以屬於同一個政黨 同一個大學系所畢業 任命前五年為政黨幹部政治顧問 會有同樣政治影響力的政黨黨員 以及任命前五年為中央或部會 督到府縣之公職候選人 依人事規則 通通不給回人事官 他雖然畫在行政權下面 但是他們對於所謂考試 所謂人事的獨立性 是透過這樣子方式來界定的 那兩位認為我們現在 目前的19位考試委員當中 有多少符合這樣子的性質描述 又有多少是違反 有多少是政治酬庸的 有多少曾經在一個既有的政黨當中 扮演主要的地位或者是角色 這樣子的制度難道不應該改革嗎 時間到了喔 那個主席我可以再接一分鐘嗎 下次要還 好好好 謝謝主席 再請一下秘書長 不好意思 兩位部長請回 李秘書長 這個是喔 你們2015年出國考察 按照以前立法院的要求 全部都有詳細列出來了 然後提出了25項建議 現在採行建議的項數 目前是理 全部都還在研議當中 那沒有關係 你會說喔 可能2015年 還早嘛 有很多具體的建議 你們還要討論 還要研議 沒有關係 我們明年再來看 你們出國考察的結果 去了非常多的國家 從歐洲 到東南亞 我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按照你們去年的決算書說 你們有一位 考試委員到新加坡去參訪年金制度 然後在2015年11月2號提出了這個報告 結果這個報告我找了半天 我都找不到 我完全在網上找不到 我後來經過了交互比對 我發現了有另外一份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 監禮委員會 他們主辦的計畫 是參訪新加坡 資產管理機構 報告的日期 跟你們前面標註的 一樣 是11月2號 那所以這兩份報告 是同一份報告嗎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因為監禮委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所以 資產管理機構的考察 跟年金制度考察 是兩回事 所以應該有兩份報告 那沒關係我今天時間到了 我現在只有找到 資產管理機構的考察報告 就請公告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很確認的跟你講 這份年金制度考察的報告 我找不到 應該都有上網 沒有關係 你以後把那個報告找出來了以後 我再跟你對就好了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命中請回 我們接下來 謝謝 請鄭天財委員 鄭天財委員 質詢之後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我們兩位部長 蔡部長跟周部長